像我有遇到一個八加九 八加九 玩那個就是武器有沒有 要拋過來 表演要拋來拋去 就要露街了 貫穿了 三叉有沒有 就這樣穿過去了 就刺穿心臟上面的大血管 結果我還記得我跟那個人去開刀 我跟那個心臟外科 我幫他忙嘛 因為臨時就趕快開胸 趕快去止血 不過雪中噴的 一公分的洞 穿過去 我就瘋瘋 欸 好了 兩三天了對不對 那就給病人喝 他雖然渴 兩三天沒喝的水 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給他喝柳橙汁 然後一喝 護士說 這一次你快來喔 柳橙汁頭就流出來了 死大破掉了 他穿過去了 但是當時都沒講 也沒辦法診斷 我們只先做大血管 然後要再去看 看到死刀 這種情景好像電影才看得到 一盒都血了 這是真的 因為一些小破洞 或是一些小傷害 在當下你真的不會知道 很多十個可能有八個 都有痔瘡的問題 大家看節目都知道說 這個就是痔瘡 這個症狀就是痔 就買個藥膏 擦一下就好 也不來看醫生 我來個門診 那個是阿嬤 70歲的阿嬤 她就是有點 假的 因為她已經 十幾十年的便秘了 常常在吃藥 所以她吃藥 她說 便秘當然也有什麼抵症 所以她的肛門口 有時候會有東西跑出來 再縮回去 跑出來再縮回去 有時候會流點血 這個都痔瘡 後來又驚歪神 因為她不敢給人家看屁屁 就是說有去診所醫師 或是說跟我們醫生 她年輕人 她也不知道說不好 就跟我們看了 所以她說自己去買藥膏 自己擦 但是在一年當中 這一年她就發覺說 怎麼好像 東西跑出來的次數越來越多 而且她在咳嗽的時候 那少那少 咳嗽的時候也照出來 又掉出來 不聽說大便的時候 咳嗽的時候就照出來 上次的時候用力的時候 也會跑出來 但是站起來 她又會再咳了 所以就收回去 好像沒有站成很大的不舒服 但是來看我們 是因為她在昨天上廁所的時候 已經出來這樣子 如果這是肛門口 她已經出來一大腿了 回不去了 然後有時候以前用手可以塞回去 她塞不回去了 她怕說會不會是生什麼壞東西 她請我幫她看一下 後來看到 她的肛門口出來的 不是像一般痔瘡 痔瘡的都是紫色的 紫紅色薄薄的一根皮 它是像肉色 肉色 那是什麼東西 肉色的東西 紫腸脫垂 它的紫腸原本應該在裡面的 紫腸掉出來 紫腸會掉出來 就是脫缸 頭缸就很好 大家比較知道 拉肚子拉它脫缸 當然一般不是拉肚子拉脫缸 一般是便秘 用力 老人家 有時候多產孕婦都會 這個紫腸脫垂 基本上用藥膏擦好 效果都不好 一定要找外科醫師 找紫腸外科 或是我們江醫師 他們去幫你做修補 修補 做修補 因為這個女生跟男生 比例蠻多的 女生六倍 男生六倍 所以女孩子還是有些命苦的地方 再來就是她懷孕 懷孕的多產 都是容易造成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人家想撈 有時候她說 阿婆說她大便有時候 趕不住 就是一直上好多次 然後好像肝悶鬆鬆的 而且這個嚴重的時候 她會壞死 她卡死就像那種 就像膳氣 卡死或壞死 哇 那就會開大島了 所以這種 紫腸脫垂或脫缸的問題 要跟便秘 便秘造成的那個痔瘡 兩個人家分得很清楚 有些人是怕大腸癌來看我們 其實她只是良性的 智常脫垂 找外科醫師就對了 是 之前有個80歲的病患 一個婆婆 她是因為高血壓 在我這邊門診 拿高血壓的藥 開藥給她 隔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請她回診 回診之後問這個婆婆說 阿你現在血壓控制得怎麼樣 她就說 血壓血壓很差 我控制得不好 我怎麼不好 你藥物沒吃嗎 她就說 而藥物不敢吃 她說你們醫院那個藥有問題 她說我根本不敢吃 我說怎麼會有什麼問題 她說那個藥很奇怪 我把它吞下去之後 上大號的時候我去看 她整個完整這樣排出來 根本就不會融 她整個不會融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 這個藥是品質有問題 是過期的 還是你們找比較便宜的藥 還是怎麼樣 她想說 那不然下一次 她再拆一顆新的藥 想辦法把它搗碎 要不然弄碎一點 總該比較好笑話 就用力去搗碎 也弄不碎 就完整的 就怎麼樣都沒辦法破壞它 她就覺得說 這個藥一定有問題 所以她就整個月 她都沒有吃藥 沒有吃藥 她才回到門診 聽她這樣講 我才知道說 她可能 誤會了 怎麼誤會呢 就是說我今天有把這個藥帶來 這是其實一個 蠻常見的一個高血壓的藥 差不多粉紅色的 那這個藥 它其實這樣是一個新的科技 就是說像這樣的藥 我們放到水裡面去 放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它的 它外層它會慢慢脫落 那主要是說 它在這個藥的中間 它有一個小洞 它有一個雷射的小孔 那這個小孔就是 當我們的藥 進到這個腸道裡面的時候 它這個藥 會從中間的那個小孔 釋放出來 它是一個反噬 然後外殼就會脫掉 外殼它會慢慢的溶解 但是它原則上還在 它的外殼還會在 像這樣 它溶完就像這樣 像黃色的藥 所以這個 所以他以為 真的蠻酷的 其實它 這個藥已經有發生藥效了 有藥效 它就是一個外殼 然後藥是從中間的小洞釋放出來 所以治療什麼病 高血壓 高血壓蠻常用的藥 所以排 那個外殼會排出來的 排出來 對 你排出來看到 現在他拿那個溶解之後 排出來 排出來會看到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直接吃那個藥粉就好了 因為它要緩視 它是要用藥效很好 緩慢的釋放穩定的一個療效 讓你的血壓都很穩定 它如果過去這一下溶解了 那個藥效全部爆出來 它現在這個殼不掉 但一個很穩定的慢慢流 這是很好的一個辦法 黃醫師剛才講的 有一個 有一部分的人 是叫血管運動性鼻炎 就是你遇到冷空氣的時候 你的鼻子 我們鼻黏膜其實不是熱脹冷縮 所以你運動完之後 身體熱 你的鼻黏膜就比較小 對 如果你進冷氣房 就又脹起來了 對 所以有時候 黃說是反過來 不是熱脹冷縮 是熱的時候 熱脹瘍 對 所以有時候你真的 假如早上起來一直打分屜 流鼻水 鼻過敏得很嚴重 其實說不一定是過敏 你這時候你可能早上倒一杯熱水 然後慢慢的吹吸那個蒸氣 然後等水變溫了再把它喝掉 這樣其實你鼻子會舒服很多 被家屬 親人家屬親也要小心 可是前一陣子才有一個新聞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新生兒 就是媽媽住在月子中心 然後親戚朋友去探望說 就啊小朋友好可愛 我就親 親了之後大概隔沒幾天 那個小朋友就開始 然後後來就進到家戶 家戶病房後 後來證實他是得到HSV-1 就是我們口全炮疹的腦膜炎 那個病毒跑進去 跑到腦袋裡面去 所以導致他最後就 那個小朋友就去當小天使 對 這個病毒其實如果我們一般的成人 其實是 我們抵抗力好的時候 他其實是會自癒的 會自己好起來 可是其實新生兒 他們的免疫力 還沒有完全的建立 就跟老年人一樣 他們的免疫力是相對低下的 所以在對於新生兒 或者是對於老年人 他們在接觸這些病毒的時候 都要相對比較小心 就有一位先生 大概六十多歲 然後身材維持很好 因為大部分六十多歲 身材能夠維持很好 像彥均這樣子的好 真的很好 然後他結束後 他就補個牌 他也沒六十多歲 六十幾年 應該鏡頭 鏡頭是比過來這裡 對 好身材喔 然後他就走過來跟我說 老師你剛才講那個經歷 他講得好棒 我每天早上都是這樣子喝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充滿活力 可是老師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覺得 我每天都好想吃很鹹的東西 我說你的每天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其實最主要就是 在早上運動完後 我說你做什麼運動 他說他就去那個學校操場 跑三公里 三公里其實很厲害 滿多三公里 對 他說他每次早跑完 然後他就好想吃很鹹很鹹的東西 然後因為他的餐 都是他老婆幫忙準備 然後都是因為長輩嘛 所以他是青州小菜這樣 然後但是我就說 好啊 那很好啊 他說可是 我老婆都不准我 就是那個 就是燙青菜是不能加鹽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家族 是有太多癌症了 所以他們都很在乎健康 所以他說他的 就是燙青菜是不加鹽 只有你加橄欖油 對 然後我說 那你的青州小菜 因為一般青州小菜 不是都會有鹹鴨蛋啊 醬瓜 醬豆腐 老師我有三十年 也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美妙吃美妙 對 然後後來我聽完 他一整天的飲食以後 最後的結論就是 你吃太淡了 所以你的身體其實鹽分不夠 而且你的運動量又很充足 所以你水分夠 因為他早上喝一杯金粒湯 水分是夠的 但是他的鹽分是不夠的 因為他相對比別人 消耗量要比較多 再碰到出去又流汗 對 所以他就會說 他一直覺得 他一直很想吃很鹹 說到皮蛇我之前就是長過 因為我自己真的親身經歷 而且那一陣子我非常累 發生在兩年前 我連續兩個禮拜都沒有停的工作 從早開始然後到晚上 我每天睡覺大概都是半夜兩點 然後我的睡眠品質又非常不好 因為我一個晚上至少要起來上三次廁所 一直輪輪輪兩個禮拜後 然後剛好又緊接著要出外景 然後那個外景是一個綜藝節目 要出去玩 然後到日本去 然後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想說好沒關係 反正就一口氣把它淚完吧 然後那時候去就是五天 然後我去的第一天 我就覺得身體很疲累 提不起勁 可是我還是把它硬撐下去 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開始不太舒服 然後我的臉有點痛 而且是神經的抽痛 它是這樣子很像那種 拉你的神 有人在拉你的神經 這樣丟一下丟一下這樣痛 然後我就想說到底是怎麼了 感覺很不舒服 我就跟我老公說我的臉很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外觀沒有任何的症狀 然後到晚上之後 開始出現那種 均裂 然後結痂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日本太乾了 然後我就敷臉 狂敷臉 然後一直擦保濕 隔天早上我一早起來 完蛋了 從這邊 本來是長在這邊 然後開始蔓延到這邊來 然後我想說完了 然後我就跟老公說他怎麼會跑到這邊來 然後我說我保濕也差很多 可是他一直移過來了 然後到白天第二個跑出來了 到晚上第三個又跑出來了 然後我老公說 案情不單純 案情不單純 對 他說感覺很怪 然後還好我覺得認識醫生真的很重要 我老公馬上立刻幫我拍了我的症狀 因為我是長在臉上 然後他一拍完之後 然後馬上傳照片給醫生 醫生就說 這應該叫做 很有可能 然後我說 什麼叫帶狀性炮症 我們根本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也就是所謂的 我說 皮蛇 人家不是說 我在日本 而且 如果我不是長在日本 長一圈 怎麼啦 人家是腰 腰比較大 可是臉很小 我長一圈就會死掉 我說我不想死在日本 不能怎麼辦 然後他就給我老公一個藥 叫我去日本 就是看有沒有診所可以買 但是日本的藥妝店幾乎都沒有賣 我找了五六家的藥妝都沒有賣 他們說這個是醫生用藥 所以一般的藥妝是不會有的 是啊 而且那個醫生還跟我說 你真的要趕快看醫生趕快吃藥 如果長到眼睛會失明 對啊 我整個嚇死了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忍了 因為他就一直蔓延到我的下巴 然後還好沒有蔓延得很快 後來你回台灣看 對 後來我忍到回台灣看 更倒楣的是 我回台灣的時候 所有的診所都沒開 因為剛好禮拜天 又要痛一天 對 我又要再痛一天 我想說完蛋了 找個類似的醫師 沒有 後來醫生就跟我講說 某間大藥局有在賣皮蛇的藥 專門賣皮蛇的藥 而且它24小時開 所以我一下飛機 我立刻奔去 後來我買到那個特效藥 真的非常貴 因為自費很貴 我記得我那時候吃的時候 一天是一千五 他說那個要吃一個禮拜 大概一萬多 一萬 你也吃了嗎 快一萬 一萬 對啊 可以保住我的命 再多錢我都花 十萬多給他 其實帶狀泡疹 本身它的疼痛 表現方式各種 像剛剛雅蘭說它是抽痛 我們有通常的表現 就是它也說不出來 就是覺得皮膚 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但我們其實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帶狀泡疹 有時候你只要緊急的治療 基本上會好 可是當你產生的是 帶狀泡疹後神經痛 痛起來是很要人 很要人 之前拿在1999年的時候 有人真的去評估過說 帶狀泡疹後神經痛 到底跟所有的痛法 大概差在哪裡 它的神經痛的那個位置 大概是在 它是在 比我們生產的痛還要痛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老人家 他當時在年長之後 得到帶狀泡疹之後 他會吃各種藥 甚至像抗憂鬱的藥 也會吃到 可是吃到後來 我們真的有病人是 自己的親朋好友是吃到 他後來就真的 有點憂鬱傾向 因為他覺得那個疼痛 每天伴隨著他 他覺得自己生不如死 我們有做過研究 終身發生率 就是你一輩子 每一個人發生率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三個人 就會有一個人 可能會發生 其實超高的 那尤其你是大於85歲以上 如果家裡有長者 是大於85歲以上 二分之一 那是因為免疫低嗎 它其實免疫低是一個 一個是它其實小時候 本來就可能會藏在我們身體裡 它會隨著你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幾個組題 都跟你類的 不會斷根 病毒是同一類的病毒 我們有一點建議是這樣 假設你的這個痛是一圈 或者是好像隨著神經長 它一開始 很多大腦炮症的病人都會抱怨說 我的醫生給我誤診了 因為他沒有疹子的時候 我們其實醫生看不出來 我們大概講兩個東西是你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 當你發生的時候的藥物使用 其實台灣來講 有幾個地方的藥物 你一定要立刻處理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它往上來的眼睛 電視長到我們的伸直器 包括我們的肛門口 或是我們的伸直器周圍 如果你長在這兩個地方 你都不要懷疑 也不要等 你就一定要去就醫 這個是藥物治療 儘管那時候可能你不是用口服藥 至少用一些抗病毒的藥膏去做治療 另外講的兩個是你的生活 其實我們發現 帶狀炮症就像我剛剛提到 它的發生率太高了 其實三個人就會有一個人可能得 最重要的是你要多休息 其實今天主題是環繞著 你多休息它比較不會發 再來就是說 現在其實有那個帶狀炮症疫苗 如果你年紀比較長 或者你合併的一些 慢性病是可能會讓你的免疫力 比較低下的人 我們要預防性 它可能會在年長的時候發作 這時候其實可以考慮遲到 像我的長輩他其實痛完以後的話 那個醫生也是建議他 等到這個疹子消掉以後就可以去打疫苗 所以說得過帶狀炮症再打疫苗 一方面可以減緩這個帶狀炮症或神經痛 當然也對於下次不要讓它再發生 是有幫助的 像水痘你有沒有出過你可能都忘記 對啊 但是你只有得過帶狀炮症你永生難忘了 當然亞倫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其實我們人有一定的週期 睡眠要有睡眠的型態 當然也有人不一定要每天睡 我們美國的睡眠醫學會說 一天要睡八小時 其實在台灣很難 但是以台灣的建議 大概一天七小時是合理的 你這種那麼多天才靈存整腹湊在一起 其實在我們看法都不太健康 其實在女性的失眠問題或情緒問題 現在看到越來越多 可是有兩個族群會很擔心 一個叫懷孕 有的人在懷孕前他有睡不好的時候 其他當然會吃一點安眠藥或正經濟 可是一旦到懷孕 他就會擔心 第二個族群是更年期 我先講第一個族群 我前幾天才一個門診 就是女生進來懷孕 三十六七歲其實有點年紀大了 應該很高興 就是看他憂愁滿面 然後老公在旁邊就一副 一副覺得不知道該怎麼幫他的感覺 結果原來是怎樣 他之前都有長期的 比較精神的不濟 然後以前不太願意吃藥 結果好死不死剛好在懷孕的 準備懷孕這一小段時間 認真地吃了一個禮拜的藥 那藥是誰給的呢 就是他老公給的 因為他老公是精神科醫師 那老公就查了書 其實我們再講幾個簡單的概念 孕期的用藥 當然以往都是說分辨成 A B C D X 五個等級的概念 那大概A B 級算好的 C D 級有點疑慮 D 或X 級以上就不能吃 可是這是早期的 大概2013年現在已經有概念 每一個藥應該是獨立的個體 這是藥的概念 但是在懷孕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 不要折磨孕婦 你該用藥就用藥 比如說你不可能會怕用藥 你三五天都睡不好 其實這影響才是更大的 所以第一個 他用藥本來就沒什麼了不起 第二個他在那時候睡得亂不好 本來就應該用藥 可是你知道全世界都是這樣 你老公在於偉大的醫師 只要是老公的話 通常老婆是不會相信的 所以他後來帶了我門診 我說很遠 我拯救你 第一個小朋友成長還不錯 才八周大概一公分多一點 心跳很好 我說這個心跳看起來很強壯 應該以後會長得很好 老公就很放心 第二個你後面再來看 其實我就跟他講 你後面要用藥的部分 其實該用藥就用藥 這邊再提醒產婦就是 該用藥就用藥 其實不用藥 反而你的身體狀況不好 才會影響寶寶 其實成人也會長病毒 像皮膚科門診有些會有 像我遇過一個三十足頭的媽媽 來就發現手上有一些 紅紅子子的疹子 它其實就是一些橢圓形 小小的扁扁的小水泡 他就看 醫生我是不是汗泡疹發作了 我一看就說 你家裡是不是 有小朋友長病毒 他就哇醫生好症 對 他說因為這個成人其實也會傳染 只是因為成人比較不會中症 但事實上成人一樣會有一些 像喉嚨痛 或者是手膠脹水泡的現象 腸胃科有時候會遇到 頭頸部腫瘤的病人 他不能吃東西 因為有腫瘤 就要在肚子打一個洞 打一個洞 然後要裝一根管子 進到胃裡面 幫它灌食 那個我們叫 胃造口 那我們以前在醫院 就做這種胃造口手術 胃造口手術蠻簡單 但是比較討厭的是 這種管子材質的關係 常常半年以後 管子慢慢會發黑 就裡面會長黴菌 然後那時候就要換新的管子 可是有的病人 他可能自己生活習慣 照顧不乾淨 有時候傷口會發炎 然後發炎就變成要處理 這個皂口的感染 那我們常會科醫生 遇到這就很頭大 但一般都很好治療 吃抗氛素 弄一弄就好了這樣子 我有一個case就不是 我看到他做完以後 大概一個月就感染了 那一般我們吃個藥 擦個藥要兩個禮拜就好 我搞了他搞了兩個月 他的傷口一直都爛爛的 結果最後一次開門診回來的時候 傷口一打開 哇 我想慘了 這要找外科 沙布一掀開 味道很酸 我想說死定了 我搞不定 那我就跟家屬說 你爸這個傷口不太好 酸酸的這樣感覺 可能這個細菌 可能有抗藥性 可能我們以前吃的抗氛素沒效 然後他說張醫師不是啦 你不用擔心啦 我跟你說那個酸酸是 檸檬水啦 那個檸檬水的味道 蛤檸檬水什麼東西 他說因為你那個傷口很髒啊 你不是叫我要弄好 我說 我跟你講 我靈居到底有說 檸檬水殺菌偏方很好用 結果他幫他爸爸擦檸檬水 擦兩個多月 這傷口都擦到爛掉 我真的是昏倒 後來就叫他停掉 檸檬水兩個禮拜不要用 欸 很快就好了 另外一種就是家屬 他對吃東西很不了解的 像我們是肝硬化的病人 常常就是說 對這種蛋白質攝取 是要做限制 因為不可以吃高蛋白 因為肝不好的話 吃高蛋白 身體不能代謝會變毒素 到時候會容易引起病人 肝昏迷這樣子 那我有一個case 他是肝癌的患者 本身也有肝硬化 他的肝癌很小 早期怎樣開完刀就沒事了 可是他就很奇怪 開完刀以後就開始反覆 因為肝硬化 肝昏迷 常常在住院 那肝昏迷我們要查原因 大部分常見就是 腸胃道出血 或者是這個感染 或者是他便秘 或者沒吃藥 可是我們查了半天查不出來 找不到原因就不能預防 然後就變成很難弄 結果有一次我查房 結果看到他 遠遠的 他在為他爸爸吃一種粉 我就問他 你為你爸吃什麼 他說這個是 高蛋白粉 他說這很貴 一罐七八千 我聽說 你為什麼要為你爸爸吃高蛋白 他買的可能是一般人在健身 健身 他說你們醫生 上次我爸住院開完刀 你不是幫我爸打白蛋白嗎 他說白蛋白 我想說我爸身體不好 打白蛋白 然後回去給他食補 多吃一點蛋白 讓他身體好一點 我聽到真的是快婚了 因為白蛋白是肝臟製造的一種 身體必須的蛋白質 但是實際上我們剛剛講 吃的蛋白質跟白蛋白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肝臟不好的人不能吃高蛋白 他就每天餵他爸吃高蛋白 所以就一直反覆的肝臀 你後來才找到 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我看過 比較年輕的痔瘡 一個二十幾歲的男生 他二十出頭 然後高高大大的 看起來是蠻勇撞的 但是他平常他只吃肉 他不喜歡吃蔬菜 所以他就一直有便秘的問題 所以他也會忍 也很會忍大便 他可以坐在馬桶上 滑手機打完電動之後 他也是沒大便 然後就這樣做一段時間 所以那個痔瘡就越來越出來 越來越出來 就有一次他來到急診 是因為他大便 他太用力了 結果那個大便又 激在那邊太硬了 結果一出去 就刮到他的那個痔瘡 因為痔瘡其實就是靜脈曲張 結果那個痔瘡就噴血 直接又噴了 對 然後因為那破掉了 就直接噴血 他就來到急診 來到急診說 哇他墊了那個衛生紙 全部都是血這樣 我就趕快給他用紗布 直接塞進去 結果他的心跳非常快 不是因為緊張 他的心跳真的很快 心跳快的話 通常都表示 他下一步就是血 還要掉了 然後雖然那時候抽血 血紅素還沒有掉 但是那只是假象而已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必須躺在床上 你要大便小便 都躺在床上 那有什麼事情跟我們講 那我們現在就等外科 然後我們就幫你處理 那個痔瘡的部分這樣子 結果他就是不聽話 結果他就是要到廁所去大便 結果他媽媽帶他去 結果他媽媽在廁所突然尖叫 他一個180幾公分的男生 他在廁所一用力 剛才那個噴血的地方 哇 整個像水龍頭一樣 就對 他就其實就是 因為痔瘡就是靜脈曲張 所以他裂得越大 那個洞越大 他那個血吞出來 速度就越快 而且他很用力 就他整個就倒在那個血泊中 整個那個褲子這邊都是血 我趕快先拿紗布 先塞 先加壓止血 然後把它扛到床上 然後這個時候就不管 要不要看他的血紅素多少 直接先輸血 把他血壓拉回來 我想我那個學弟的例子 他在急診室遇到一個 四十幾歲的男生 長得很壯 那是那種全身健身那種 被太太壓來急診室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呢 太太就說他不對 他感冒有一個多月沒有好 然後說很喘這樣子 然後先生就說 沒有啊 我還好啊 其實就是看他就是真的很喘 因為一邊講話 這樣一邊呼吸很大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來 就硬把他壓來 然後我們學弟就幫他照X光 就一照 他左邊 左上肺葉全部都白掉 這個大夜型的肺炎 就是我們的肺分左右嘛 左邊又分上下兩頁 然後左上肺就全部白了這樣子 那就覺得 欸 這個人這麼壯啊 然後才四十歲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子 然後他的太太就從包包拿一大堆報告出來 就說 我跟你講我先生就是一個月前就是有 我不會A型流感什麼 啊 那我們也有吃藥啊 但是就都一直都不好這樣子 這樣子啊 後來我們就在做一些檢查發現 他就是得A型流感 他有吃藥有治療 可是可能就是後面他眼疑力比較差 他又得到這個 續發型的肺炎 那後來他在急診就越來越喘 結果到最後不行 就跟他說 欸 這個可能沒辦法 要呼吸摔水可能要插管了 後來就跟太太講完以後就把他插管了 然後就把他送家戶病房 但是這個故事最後是Happy Ending 因為他年輕嘛 本身又蠻壯的 所以他可能後來接受了一個 完整的抗生素治療 後來是有康復 作詞詞曲編曲 李宗盛 是有康復的 才是有康復的 是有康復的 所以你去找他 就像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